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 拜登不只语无伦次 还常常咳嗽青喉咙 不只说错话还有气无力 辩论开始不到十分钟 拜登话却越说越沙哑 这让川普捡到枪 直攻对方弱点 计讽他连话都讲不清 拜登不满当场瞪大眼睛 辩论到一半拜登阵营透露 他已经感冒好几天 另外先前白宫医师欧康纳 也曾说拜登亲喉咙 是胃食道逆流所引发 连副手贺锦丽也承认 拜登一开头确实表现不佳 现在民主党内陷入一片焦虑 先前就有传闻 如果拜登在手上辩论表现不好 包括前总统柯林顿 欧巴马前中议院议长裴洛西 可能推动振前换将 改例其他候选人 曾经参加共和党初选的海力直言 这项拜登恐怕选不下去 而美国媒体对于这次辩论 下了这样一句注解 老太隆中的拜登和骗子川普的 一场对决 TVBS新闻都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